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长官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坐 请坐 大家都请坐 中风禅思 是我们佛门的大德 他非常慈悲 为我们编了三十七年的仪归 在这么多年来 从唐宋一直下来 没有能够化阳光大 这是有他历史的原因 没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无意地我们来提倡 居然现在全世界都在做 这是我们看到非常欢喜的一段事情 禅宗的大德 编这个法师完全是倒归极落 他的开示 邪灭圆柔 宗教都是圆圆满满 可以说真的是 明阳两立 那么说到明阳两立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羊要先才能够立了 优民界 如果我们得不到立业了 优民界就得不到立业 这个诸位同学 一定要记住 自立而后才能够立他 现在整个世界 社会动乱 大家都知道 佛门也是在衰退 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把教育俗复了 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佛教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但是现在呢 它真的是变成宗教 我们也不能够说不承认 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为我们实现 三十岁开悟 开悟之后 这个开悟就是学习 达到了圆满 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毕业了 他也很难得 为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 作为知识分子的好样子 他十九岁离开家庭 出去参选 在当时 这个印度 宗教界学术界 这里面的大德 他都拜访过 都向他们学习 学习了十二点 再找不到地方去学 那么十二年的成就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印度的宗教学术 在当时是世界之冠 而且他们最重视的 是禅定 佛家现在讲的四禅八定 那是古印度 宗教跟学术所重视 所修学的 所以四禅八定 不是佛家 那我们相信 世尊四禅八定 也达到究竟圆满 这种禅定 他能够突破 时空为次 但是没有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的四行 了如指掌 它是定中 限量境界 它不是笔量 不是推想 不是从数学 里面推演出来 它是亲自见到你 那么往上去 他们看到了二十八成天 到达了飞翔飞飞翔天 往下去 确确实实 他看到阿比迪 六道里面的状况 没有一样不了解 那么古印度的宗教学者 也就达到这个层次 就没有向上再提升 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肯定有疑惑 像我们一样 达到这个境界之后了 一定会问 这六道怎么来的 是搞清楚 它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世界 这都是问题 像这些问题 在当时 无论是宗教界 学术界 都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走到横河边上 这一棵大树底下 毕多罗树 在这个树下的路定 入更深的陈定 超过了四堂八定 这才是大车大悟 在经典里面记载 阅读明星的大车大悟 明星解信 这些问题 他全都明白了 六道怎么来的 在华严经上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宇宙怎么来的 释法界怎么来的 祝福世界怎么来的 全都明白了 那一年 释迦牟尼佛三十岁 乘务之后 就开始教学 讲经教学 我们现在讲 半班教学 半班大小 一共有三百多次 一生三百多次 教学四十九年 他老人家是七十九岁 原警 从三十岁开始 教学教到七十九岁 一天没有中断 一个人的请教 他老人家也教他 两个人找他 也教他 不拘人数多少 从来没有一天 见到过 那我们看了这种情形 那释迦牟尼佛是个 什么样的身份呢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他是职业老师 他一生干的 是佛陀教育 我们现在讲的是 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用现在人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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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来说来 论断他的 他是一个 最标准的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一生所做的 他一生所做的 视线给我们看的 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他教学不收学费 空老父子还收个素修 释迦牟尼佛不收 我们要把老师认识清楚 然后才晓得 我们怎样向他学习 这个话 这个话是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教我的 他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第一本介绍我看的书 是释迦方志 释迦普 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释迦牟尼佛 认识之后 我们对他由衷地敬仰 佩服 我们这才下定决心 要向他学习 那么我们今天宗教确实变成宗教 主要知道 佛教传到中国来 没有变职 是教学 到什么时候才变职呢 应该是在乾隆以后 清朝前面 康熙永正乾隆 这个佛教教学的风气 非常之深 这些高僧大德背出 我们看他留下来的这些论书 你就知道 而衰呢 实在讲 是摔在道光以后 道光先锋以后 那就摔了 走向了 金灿佛寺 这一桩事情 早年 道安老法师 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办这个 大串 大串佛教讲座 用中国佛教会的母音 他请我担任总组 我有一天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说佛教变成超度亡灵 搞成金灿佛寺 到底是怎么会死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想了一想 告诉我 大概是唐明皇搞出来的 他讲的也挺有道理 唐明皇那个时代 安禄山造反 过子一平定之后 这个皇室在每一个战场 主要的战场 都建一个寺庙 叫开元寺 这个寺庙建的用意在哪里呢 就是超度战争死亡的军民众生 追于祷会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皇上也提倡 老百姓就消乏了 所以老百姓家里有王的人就说 也请法司送金超度 可能是从这里开端了 您也想来 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 那么那个时候 在战场上超度 死亡的军民 这是一时附带的 佛教自己本来的 它是教学 是附带的 现在呢 附带变成主流了 这个教学没有了 没有人搞这个教学了 所以佛教这是一摔到底 那么我过去在日本访问 我也跟水不信正先生们 谈过这个问题 因为日本韩国佛教跟我们也差不多 我向他老人家建议 我说如果我们佛教不能恢复传统的教学 我想三十年之后 佛教在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现在对佛教信仰的人 一年比一年少 年轻人不相信了 这些老一辈的人 将来他们都过世往生了 后继无人了 不但是佛门里法师后继无人了 信徒也后继无人了 那这佛教不就变成在这个世界上绝灭了 所以这一段事情我们要特别留意 真正发心鸿护正法 要一教修行 这个学佛 我很幸运 因为我过去认为佛教是迷信 根本就不愿意接触他 我跟方栋梅先生学哲学 他老人家把佛教介绍给我 我感到很惊讶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们学哲学吗 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这样子进来的 他没骗我是真的 所以以后没有多久 我就认识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指导我这个路线非常正确 一直就叫我要学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这个方向目标正确了 我一生在学习今天 没有一天空过 从方先生介绍到今天 五十八年了 再过两年就六十年了 方老师我非常感激他了 他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真的得到了 确实知道什么叫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 不是明文立项 是对于宇宙人生 逐渐逐渐的明白了 明白之后知道自己怎样做人 怎样修行 怎样提升自己的灵性 用《华言经》的经义来讲 知道凡忘归真 就像贤熟哥斯所说的 忘经还原 还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臣服 回归到自信 那么在这个世间 其心动念 言言语造作 不违背信德 佛家的信德 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慈善 所以慈善业道是佛法的根 我们知道佛法讲的是 持戒 修定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那戒是什么 戒的根本是慈善 如果不从慈善修起 那个戒律没有根 没有根就是 他得不到定 他也开不了智慧 那么在过去 大乘法 比确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 不先修小乘 后修大乘 非佛弟子 这是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自己说的 所以学习要有次力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 小学中学大学 不可以练的 佛教我们循庆建筑 可是 中国人 从唐朝中叶以后 就不学小乘 小乘经典虽然很丰富 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四阿涵 跟南传佛法的经典 去相比 他们的经典 大概只比我们多五十几部 我是没有去搞过这个事情 张家大师告诉我 几乎是 巴黎文经典 这个佛经 我们阿涵全把它翻过来 他一共差不多也将近有三千部 你看 相差只有五十几部 可见得 这个《小乘经》非常完整 那么 唐朝中叶以后 为什么不学了呢 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 用儒跟道代替 这个好 儒跟道是我们自己 儒跟道跟小乘经比的时候 不相上下 不比他长 所以用儒道做基础 实现的根就砸下去了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在全世界 借出我们佛门的同学 我都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学地质贵 地质贵是乳的根 要学感应品 要学文长 帝君音质文 那是道的根 有这个技术 十三叶道就没问题了 就火了 十三叶道 这个根砸下去了 然后 三规 众介 为夷 自自然然 就形成了 不必要人独处 也不必要人劝情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缺少的是杂根 这个杂根 从前是一入门的时候进去 来杂根 那儒跟道呢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 只要是中国人 都是从你生下来的时候 母亲就教你 那个教育也太好了 从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的 这是杂根教育 妈妈是我们第一任的老师 圣贤和菩萨 都是从这个地方生下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杂根教育 至少丢掉四代到五代 我们不知道 不能怪我们 我们父母也不知道 我们祖父母也不知道 可能到尊祖父母 会有人知道 高祖父母 那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世尊在《无量寿经》讲的 仙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属无怪 佛的信念多大 可是我们明白了 要抓紧时间 补习 过去没学 现在来补习 要把弟子规 感应篇 音质文 十善业道 补出来 然后 我们这个戒就有了 戒就没有问题了 出家 至少沙弥律能做到 沙弥律一可以做到 那就真正的佛地词 沙弥律是出家人的根 再往上提升 比丘界 菩萨界 才能音界得定 音定开会 就是这多重要 如果有这种根基 我们做这个法会 那功德就无比的殊胜 所以 越做越殊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杂根的教育 佛教如果要兴旺 就从前 方老师常常告诉我 我的印象很深 至少给我讲过十几遍 中国佛教要能够复兴 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什么呢 就是佛教大学 一定要恢复佛教大学 把佛教教育 能够真正兴旺起来 佛教对于世界贡献就大了 它是究竟严满的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 这五个框目 都达到登峰造起 无与伦比 这么好的东西 你看我们俗 没有人讲 没有人介绍 所以一般都把佛教 看成宗教 看成迷信 历态远远的 不敢接触 这问题发生在此地 所以一定从我们佛弟子 本身做起 我们把伦理道德 因果做出来 让大众对佛教的时候 耳目一新 那国家才会证实肯定感 佛教在中国 普遍的发展 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就是中国帝王带头 儒家的教育是宰相带头 宰相下面有一个部 专门管儒家教育的礼部 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 所以中国从汉朝的时候 就年中教育 那佛陀教育 皇上带头 所以人民对皇上 那是无比的尊敬 皇上带的这个是 普遍的全国 超过儒家态度 这是我们有个基本的认识 知道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那么现在灾难很多 这个信念法思确实有用处 这个道理是大臣教理所讲的 静随心转 我们人行善 言论善 行为善 不但能感动天地归神 能感动山河大地 能感动树木花草 为什么 只要是有形象物质 都有灵性 弥赖菩萨告诉我 这个现象 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 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 除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都不 哪三样的 第一个是物质 第二个是能量 第三个是信息 我们也很佩服 科学家 他所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佛经上讲的 阿赖耶的三心象 阿赖耶的夜象 就是能量 阿赖耶的近象 就是信息 阿赖耶的境界象 就是物质 阿赖耶的三心象 那么佛在经典上 讲的比科学家 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科学家的时候 到现在都没办法 能跟佛经上的相比 所以我们说 佛经里面有最高的科学 我们明了之后 信心就坚定 佛所教导我们 完全是正确 而没有错误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 学习经教 要学习讲经 讲经是在讲 古人传的方法 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寻秀 一定从佛讲 佛小作 培养出来的 起源是谁呢 起源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 集结经葬的时候 就是佛讲 所以以后 世世代代培养法师 都用这个方法 我这个讲经也是佛讲 跟这个 李炳南老教授所经教的 他用的是老方法 古老的方法 而不是佛学院的 这种方法 非常有效 只要发心 又得到三宝价值 没有一个 不能拯救 所以今天我在此地 成这么一个机缘 我把这一点点信息 向诸位分享 向诸位做这个报告 希望我们 无论在家出家 要共同努力 要持戒 持戒呢 就是要把 地自规感言篇 十善业学好 这个不是念的 不是宋的 这是要做出来的 我们真地有根了 然后经典里面 选择一门 一门深处 一门通了 门门都通了 无论我们在自行 画它 都会有非常殊胜的成就 今天的发会 我在此地诸位 诸位同学 诸位法师 这个发会 会做得很殊胜 会做得很圆满 敏阳 勉励 敏阳的众生 都感激 这个大会 我能够感受得到 我的话就是到此地 不耽误出时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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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